1.创意动机 文献指出苦瓜具有抗氧光王称号 富含营养且极具疗效 但苦瓜独特的苦味令人敬畏 在苦瓜量产时 廉价却会被充分利用 实属可惜 因此我们决定一趟苦瓜中的奥秘 及炒苦瓜降低苦味新产品之开发应用 2.研究目的 第一点 比较不同处理条件自备低苦味苦瓜 第二点 以白玉苦瓜及沙苦瓜果肉之加工应用 并进行喜好性感官品评 哎哟 天气好热啊 有什么东西可以消耍 有 我这里有个好食材 可以替你们消除哦 那在哪里 就是 苦瓜 哦 怎么会是苦瓜啊 苦瓜这么难吃 怎么可能会是好食材呢 我现在苦瓜那么苦 怎么吃得下去啊 你们先别这样子嘛 等一下由我依依向你们解释 说明它的好处 你们就会重新爱上苦瓜的 嗯 苦瓜介绍 第一点 生长环境 苦瓜的生长环境呢 原产于印度及亚洲热带区域 那至于我们台湾 主要是分布在南部区域 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 而主要盛产期 是五月到十月为主 那由于现在农业的品质感呀 我们苦瓜的生长环境 有逐渐的提高 第二点 第三点功效 苦瓜呢 具有抗氧化 以及降血糖血脂 以及抗菌力 还有最后一个 抗癌症 以及毒性功效 所以呢 由以上可知 我们的苦瓜 是有一个 是极佳的保健食材 第三点 苦味来源 我们苦瓜呢 主要的苦味来源是 灶素 苦瓜干 还有生物碱 以及部分的蛋白质 所以呢 我们借由杀鸡 来降低苦味 一 白玉苦瓜凤梨酥 第一点 利用糖汁原理 制成白玉苦瓜糖内馅 以提高生鲜苦瓜保存性 第二点 调配提苦味苦瓜糕 与凤梨糕汁比例 赋予成品独特的风味 二 三苦瓜餐包 第一点 以甜面包配方 添加不同比例 三苦瓜粉 以降低面包的甜腻感 其赋予提点 以甜面包配方 添加不同比例 三苦瓜粉 以降低面包的甜腻感 其赋予天然色 则引起食欲 欲望 我觉得你那个 真的要分开 苦瓜果肉汁加工的意用 首先介绍三苦瓜 三苦瓜筋切片杀精后进行冻干干燥 冻干好的三苦瓜以磨色筋磨成粉 磨好的三苦瓜粉进行抗菌实验 还有制成三包 三包以0%、2%、4%、6%不同比例 代际部分面粉 制成苦瓜三包 最后进行冻干燃底皮及度性测底 接着是白玉苦瓜的介绍 原料苦瓜筋切片之后 盖化并杀精处理 再进行糖制 首先将苦瓜放入25度Britz的糖液当中 一天提高10至15度 一次到55度C之后 进行热风干燥50度C一天 接着将完成好的苦瓜糕进行水滑性测定 并以0%、25%及50%混合不同比例凤梨糕 制成凤梨苦瓜酥 最后进行冠成评理 一、低苦味苦瓜汁最适沙精条件 以加盐2%、沙精5分钟为最佳 二、低苦味苦瓜汁pH值及水分测定显示 经沙精可降低pH值 是否有加盐对其影响不大 三、利用糖制原理制作防凤梨糕 测定白玉苦瓜高汁水活性约0.6 介于中湿性食品水活性质范围 推测可在常温储存 增加保存价值 四、白玉苦瓜利用糖制加工 制得知白玉苦瓜高 以1比1添加 在市场上集聚价值性 五、经实现检果证明 山苦瓜萃及益1%具有益菌能力 六、山苦瓜面包物性测定得知 以添加4%者 其口感、弹性及咀嚼指数最佳 显示山苦瓜粉添加在烘焙产品去开发性 三、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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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三、四 Wait